我們來做CAMSOL第五講 懸臂量的錯區分析 我們的題目是一個5公分乘5公分的方形截面量 長度是1公尺 一端夾齒固定另外一端給他一個一牛頓的力 讓他產生錯區 我們算出來的結果是這樣 材料3乘以10的11次方 量次係數 補充比0.3 我們先把CAD的話 5公分乘以5公分 這是1萬就10公尺 我們進入CAMSOL 打開一個題目 進入他的畫面 首先我們把Sullywars的圖載入 第一個架構做完 我們滑除左鍵 把他方向調一下 材料 我們用內建的 結構缸 然後 把楊絲係數跟補充比 改成我們題目的數據 第二個架構做完 3乘以10的11次方 補充比0.3 第三個架構 網格採用特別細化 進行分格 那分好了 第四個架構 開個物理量 結構分析 3D的結構 那麼在 固體力學裡面 我們可以用這裡 譬如說 這裡有 邊界 也一樣 這些選項 那我們 事實上這個地方 會用好幾個 滑鼠 我們直接在這邊右鍵 用 固定約束 或者是你用這邊也可以 邊界 固定約束 這個也可以 把它轉過來 填滿顯示 選擇這個面 就加持好了 好 夾置好以後 我們把它轉過來 再填滿顯示 邊界 剛才是 約束 現在給它邊界負載 這個面 負載 負載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負載 要沿著 z方向 的正方向 所以我們先選擇 這個力是要 總力 沿著z方向 一牛頓 這一牛頓是說 它將來才不用再重新再計算 我們算出來的這個 eigenvalue 就直接是我們要的值 夾持跟負載都給了 夾持跟負載都給了 那麼接下來就是 我們回到模型 第四個架構做完 做第五個 就是做一個新的研究 我們做 線性錯區 新增 這是錯區分析 錯區分析 它的預設 是一個 錯區模型 因為譬如說 一個就是最低的負載 讓它可以結構垮掉 就不需要再算更高了 那我們現在改成7個 是讓 呃 各位同學可以了解它的 計算的結果可以比對 我們就選擇7個 錯區的目標 好就叫計算 那計算好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 直接看到它的 錯區的 數據 第一個是 3856 我們看看 材料力學算出來是3851 這是第一個 記得材料力學是用 一滴算的 那我們這個是用3滴 第二個是 34707 材料力學是 35795 你可以發現它 這邊很接近 然後第二個就差一點點 在這邊就差更遠了 為什麼 我們在3滴算出來是 96380 在材料力學是 120 0217 差了大概 四分之一了 第四個 30 但是呢 3滴算出來是 18 所以越差越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前面的3856 跟3851很接近 大家記得就是說 材料力學它算出來 它是用一條線 代表這個模型 我們在 這個CAE是用3滴的模型 好 算出來以後我們可以用這個模式 直接 我們把它填滿顯示 我們可以轉到 我們覺得看的比較 明顯的一個角度 那 把它進行一個 播放 我們就看到它倒下去就是它垮下去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可以叫它重複播放 譬如說 這是畫格數就是每秒11格 那麼如果 我們總共整個變形給它 44 44個畫格 那麼就是說 它4秒才能夠播一輪 讓它每次一直重複播 這樣子它就播的 變形會看起來比較慢 不會太快讓你看不清楚 它垮下去的情形是往兩邊垮 當然其他的模式我們也可以一樣 按照這樣來 分析來顯示 我們可以按照 千萬元 看 人 呈 我們 我們 感谢观看